AMD今年笔记本CPU命名变得巨混乱 7000系锐龙更是出现了ZAN2到ZAN4的三代同堂 导致小白稍不注意就会选错 电脑城的奸商也有可乘之机 那今天就来给小白分别讲解 今年AMD笔记本端的命名规则 拿R7-7745HX距离 前缀R7代表定位 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了 3最低9最高可以直观判断 其次首位7则是代表年份 这也是导致命名混乱的元凶 你以为首位是7 它就是ZAN4架构的7000系锐龙了 当然不是 只要是今年发布的 它就命名为7000系 而第二位的7则依然是定位 理能上是数字越高 规格就越强 重点就是第三位 这里7745HX的第三位是4 那就意味着它是最新的ZAN4架构 而7735HX则是ZAN3架构 性能差距会比较大 第四位则是高低端区分 五节位代表高端高性能 零节位则是低端低性能 末位英文代表功耗 一次低端为HX HS U C E 一般来说游戏本都是采用了HX或者HS版本 更低的版本一般是轻薄本 二和一本使用